大家好 我們來到這裡是浪漫的黃昏 這裡有一個大澳長廊 是一個很長的堤壩 我覺得很適合情侶一起走 這是大澳通熱澳新村的長廊 我們來大澳去體驗一年一度的燈籠節 燈籠節本身是中秋裝飾一個傳統節日 不過現在好像是第三年 所以我們一聽到就馬上說 這麼難得的節日 尤其是到星期日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馬上衝進來看看燈籠節 來到大澳街要來體驗 我就找了一個打卡的位置 就是在兩條柱中間 這個在後面的景色是超級漂亮的 而且風真的非常大 不用跟人稱讚 因為旁邊很多人在剪 我們就來到大澳的壁畫街 這幾條街都是有壁畫 其實這些壁畫都是大澳的人情故事 或者是一些你平常看到的水上人街的故事 你看到我現在站在這裏 其實是一個3D的畫面 好像我們以前經常都在泰國看到的 它可以拍到很立體的效果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這裏打卡 旁邊這裏就已經是燈籠街的入口 今年就是第三年了 所以馬上要先過來這個 模擺一下香港本地的一些傳統特色的節日 沒錯 來吧 金級精的街登節 其實是由大澳非茂里這個組織舉辦的 其實除了新基橋那條街之外 其實這裏是消防局舊局的門口 這條都有很多燈籠 而這些人手燈籠 我為甚麼叫人手燈籠呢 就是這裏的村民他們自己畫上去 所以你看到不同顏色不同 pattern 這些其實全部都有小朋友 有大人一起畫 所以其實都可以體驗到 大澳一個好人情味的一個方面 非常之好的打卡地方 而且我覺得如果是一坨過來 去很浪漫地走 我覺得簡直是件事是完美的 由於疫情仍然未退減 所以大家去大澳參觀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 記得要保持衛生 和要戴好口罩 我都非常之推介 大家可以一年一度 中秋市來到大澳的傳統 一個叫做燈籠節的一個節日 其實每一年都會有一個燈籠 其實早上和晚上的風味都非常之不一樣 大家可以早點過來 可以吃一下這裏的特色小食 然後還有欣賞一下早上和晚上的燈籠 和打卡的筆劃 還有可以體驗一下大澳的人情味濃的地方 然後還可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遇到這個中華白海團 那我們下年的中秋節 約定你了 方家做甚麼好 當然是參加我們的義和團義工活動 可以親親大自然 又可以一齊為我們的香港和環保出一分力 還等 快點Inbox參加啦